接下來我們看到選填珠 平面上x-y加z等於0 跟三個平面 x等於2 x-y等於-2 x加y等於2 分別相較於三個直線 這三個直線可以圍成一個三角形 問你這個三角形的周長如果畫成最簡根式 可以表示成a-b加c-珠 其中abc珠是正整數 而且b小珠 問你說abc珠應該等於多少 那這個題目其實你發現到就是 這裡是三個平面 然後這個平面跟這三個平面分別會交於三條直線 也就是說這兩個 有一條直線 這兩個又有一條直線 這兩個一條直線 那他 這三條直線又圍成一個三角形 意思就是說他會 兩條直線各交一點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直線跟這個直線 它的焦點 其實就是 這三個平面的焦點 好那如果說 這個直線跟這個直線它的焦點 那其實就是 這三個平面的焦點 那如果說這個直線跟這個直線的焦點 那就是 這三個平面它的焦點 好 所以這個題目其實我們這樣來看 就是他跟他 然後他跟他 然後他跟他 會得到三個直線 然後 這兩條直線 它的焦點其實就是 這個是一樣的 這三個形成 相交的點 它的 它的解 得到焦點 那同樣這兩個 這是一樣的 這邊這三個形成的 這個焦點 然後 這兩個 就是這上面一樣 這這樣子 形成的 剛才是這個 這個 這個才是這個 那這樣子的解 那我們就把這個 這個解 解出來叫A點 這 B點 這 C點 好 那我們 就 這個可以把它帶進去 這個帶進來 得到Y再帶回去 那這邊也是一樣 那這個你可以這兩個 切到XY再帶進去 所以 你可以很快的 得到A B C A點 4 242 B點 20 C點 022 那有了這些 以後他要求周長 那我們就把 A B算出來 A B兩個點都有 帶我們 這個 邊長 距 這個距離公式 那 B C也是一樣 C A 那所求我們就把這三個加起來 那我們說他 這個 珠比較大 所以你把 分號6放在後面 所以你的A B 分別就是 6 2 2 6 所以 我們這個答案 是 6 2 2 6 好 看看有沒有